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牛叔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 印度复仇搞笑片 无所不能 一个盲人小伙 如何凭一己之力 打击黑恶势力 最终为爱妻 报仇血恨的故事 咱们的男主永强是一个盲人 虽然双目失明 却一直生活乐观 要说有多乐观 那就是他从来没把自己 当成一个有缺陷的人 除了双目失明之外 打开今日头条 搜索牛叔叔的那样 观看更多完整版视频 其他各项属性 基本上都点满了 能够通过听力 分辨出街坊邻居谁偷情了 能够通过嗅觉 闻出来邻居昨天晚上吃的啥 他的日常工作 是一名出色的CV 凭一己之力 可以给一整部动画片配音 果然应来那句古话 声忧斗似怪物 平时就连邻居小孩的自行车 掉链子了 他都能帮忙给安上 安好之后 还能骑上两圈 就是这么厉害 这要是隔美国 那就是夜魔侠呀 永强的老婆也是一个盲人 既能隔善舞 又是一个音乐工作者 平时自食其力 靠自己的勤劳吃饭 也从来不把自己当成盲人 两个人就是这么的般配 当初跟永强相亲的时候 妻子一上来就表示 俺虽然是盲人 但是我不觉得自己有啥不同 甚至觉得自己一个人 过一辈子也没问题 不想因为自己是盲人 就非得找一个人抱村取暖 那样就没意思了 乍一听妻子是一个要钱的好姑娘 但是仔细分析还是能看出来 她的过分坚强 不过是为自己的自卑做保护 她的内心还是很在意这件事的 相比之下 永强才是真正的坚强 她能够坦然的面对自己是盲人这件事 盲人怎么了 谁说盲人就不能追求幸福 两个盲人在一起 也是可以幸福的 永强的一番话 使妻子深受感动 第一次见面就互生好感 随后二人便开始了约会 永强让妻子在约会时 穿上高跟鞋 这样听着高跟鞋的声音 就不怕走丢了 结果俩人逛街的时候 穿高跟鞋的太多了 还是走丢了 牛叔叔里建议大家 以后怕媳妇走丢 你给他穿上那种宝宝鞋呀 一踩咯吱咯吱的那种 绝对美色 妻子当时就慌了 还好永强里面不乱 趁机又表现了一把小浪漫 跳上舞台抢走麦克风 把自己的情况一说 在大家伙的帮助下 妻子成功的被找到了 经过这件事之后 妻子觉得永强这个小果子 太靠谱了 果断的答应了她的求婚 随后二人用自己的积蓄 买了新房子 并且请了信得过的朋友 来搞装修 眼看着生活越发的美好 他们俩纵然是无光的人生 也充满了希望 但是在一天晚上回家的时候 却发生了意外 妻子的美貌 成功的吸引了小流氓的注意 当地确实有两个 不入流的小流氓 仗着家里有关系 就胡作非为 大流氓 觊觎永强妻子的美貌已久 凭什么 凭什么你一个盲人 能娶这么好看的姑娘 而我这么有名的流氓头子 还在单身 两人言语之间就要动手 眼看着永强就要吃亏 突然街坊邻履的窗户 同时打开 是什么人在耍流氓 大流一看情况不对 赶紧领着二流溜溜球了 本来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没想到第二天 永强回到家就崩溃了 原来今天老婆 一个人在家的时候 大流和二流摸进来了 两个人强行对老婆 做了禽兽之事 等他回到家的时候 妻子被绝望地绑在床上 面对这种情况 永强痛心疾首 他选择了报警 警察来调查了一番 虽然知道是大流和小流干的 但他们全程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并且妻子作为盲人 又没看见他们的脸 最后的方法只能是等着去医院 做DNA检测了 咱们之前说过 大流家里还是有些势力的 他的一个书被家的哥哥 是一个什么议员 虽然说不上大权在握 但在印度那个地方 有点小权力就够用了 听说自己的小弟弟 冲动之下犯了点小错误 议员还是很仁慈的 人非圣贤 熟能无故 于是直接给警察局打电话 如此这边 这般如此的交代了一番 画面来到另一边 在永强和老婆去医院的路上 半路杀出一群不明身份的人 永强和妻子 带到了一个无人的仓库里 活生生关了24小时 如此一来 已经过了DNA检测的时间 这件事基本上 已经无证可查 无据可考了 时间一到 他们还把妻子和永强 扔进了海里 这也是为了他们好 好让他们清醒清醒 不知道在跟谁作对吗 长几个脑袋呀 永强和老婆真是悲愤交加呀 本来就是弱势群体 现在还要被人这么欺负 还有没有天理了 经过这件事之后 老婆说实在不行 咱们就离婚吧 但永强是主角 不可能离婚 日子照常过吧 谁让咱们惹上了 这么大的势力呢 生活出现了伤口 谁都不去触碰 日子也算对付能过 但是没想到 大刘这帮人真是畜生啊 又一次摸进了永强家 又一次侵犯了他妻子 还表示以后 天天来 等永强下班之后 妻子已经不堪其辱 上吊自杀了 永强原本乐观的世界观 也在此刻彻底崩膛 你再不承认 盲人是弱势群体 也没有意义了 事实就摆在眼前 这时候议员带人过来了 他警告永强 老老实实的了却此生吧 不要再瞎折腾了 不然弄死你这个小蚂蚁 还不是一如反掌 永强这时候才知道 原来大刘的哥哥是个议员 难怪上回被警察监禁 又扔进了海里 幕后黑手在这儿呢 永强决定在此刻黑话 当下演了一首好诗 回首西山日又邪 天涯悲客真难度 丈夫有泪不清谈 血债要用血来还 永强冲进警察局 警告警察局长 你不缉拿凶手 我就要大开杀戒了 警察局长难得 露出了他正义的一面 你以为我们警察 是吃干饭的吗 只要你有一丁点 坐监犯科 必叫你明白什么叫 罚网挥挥疏而不漏 都快露成筛子了 还在这儿不漏呢 当然永强根本也没指望 警察能替他报仇 我要让你看看 什么是完美的犯罪 让你知道就是我做的案 但就是抓不了我 哼 来吧咱们一起看看 这部电影 为什么叫无所不能 第一部永强潜伏到了一个酒吧 录下了大刘和小刘的对话 议员作为高官 天天道骂然的可哪演讲 永强也去演讲现场 录下了议员的声音 他作为一个声优大佬 天天听这几个人的声音 很快就能模仿出来了 接着他模仿议员的声音 给警察打了个电话 命令他们随便找个理由 把天天跟着大刘吃喝 嫖赌的小刘拘留两天 这招叫各个几个 将他们拆开之后 挨个放血 随后永强模仿大刘的声音 打电话给小刘的妹妹 各种开车聊骚骚话满天飞 弄得小刘他爹很不高兴 小刘他爹也是远近文明的老流氓 老炮 根本就不管你家有多大势力 提到就要去和大刘拼命 但是不成想大刘的战斗力更高 小刘爹被捅伤了 虽然是溅了血 但是一元还是好使的 随便找小刘谈了谈 又扔了点钱 这件事就被无声的化解了 永强一技不成又生一技 他模仿大刘的声音 约小刘见面 眼看着小刘掉了全套 永强把灯一关就齐活了 小刘在黑暗中沉了真瞎子 早已摸好地形的永强火力全开 给小刘一顿暴揍 随后将他吊死在了酒吧里 之后大刘侵犯永强老婆时 留下了一个手帕 永强将这个手帕扔在了犯罪现场 这下除了人命 警察局长也不得不元素对待了 既然现场出现了大刘的手帕 大刘难免成了犯罪嫌疑人 第二步 永强模仿一个小警察的声音 约大刘来一个仓库见面 说是有案情的最新消息要透露 这个小警察一直是议员的眼线 大刘很轻易的就相信了这个电话 永强躲在门后 准备用铁棍一下撂倒大刘 不成想大刘这货 虽然丧尽天良什么坏事都做 但还挺遵守交通规则 带着头盔进来的 永强一铁棍棍到了头盔上 二人撕打在一起 永强双目市民肯定不是大刘的对手 很快就被他夺取铁棍打倒在地 大刘作为一个反派 在终结主角之前 固定程序还是要走地 他说要再给永强一个反击的机会 他把铁棍丢给了永强 然后默默地脱下鞋子 准备体验一把无声的镍杀 但是没想到的是 大刘的脚是真地臭啊 永强的嗅觉一下就确认他的位置 回手抛一棍子反杀成功 永强不慌不忙地将大刘绑了起来 然后模仿他的声音 让一元来救自己 他在仓库的地面上洒满了汽油 在门后放了一个蜡烛 等一元来时 踹开门碰到了蜡烛 仓库瞬间爆炸 一元就这样亲手 大死了自己的弟弟 永强的计划进行到了第三步 解决一元 永强直接给一元打电话 要求是爷们的话就刚正面 一元的脑子也是out了 居然真地带着保镖来和他掰头 永强一上来就在房子里乱窜 保镖就开始在后面追 前面有个大坑 永强一个大跳就跳过去了 但保镖没反应过来 掉下去over了 没了保镖 一元就只能自己上了 好在他是带枪过来的 怎么的盲人还能躲子弹吗 你还真别受这个气 别的电视咱不知道 但这个品还真能 你开枪的时候不是有声音吗 只要有声音 我就能躲过去 俩人开始搅在一起撕打 哎 一元把枪顶到了永强的脑袋上 我不想让你这么便宜的死去 俩人继续肉搏 哎 永强又把枪顶在了一元的脑袋上 我也不想让你这么便宜的死去 俩人继续肉搏 我靠你们俩在搞什么鬼啊 你们俩既然都不想用枪打死对方 那为什么要抢枪啊 把枪扔一边不行吗 怎么看起来主角和配角 都是不太聪明的样子啊 俩人继续打 打到了建筑边缘 一元发狠了 大不了咱们一起掉下去 永强也不废话 直接抓住一元就往下跳 但是熟悉地形的他 早已经将施工用的安全绳 绑在了自己的腰上 啊 打没 随着一声惨叫 一元同志 去世聊 本片 完 这部电影虽然是复仇电影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看笑了 男主在警察局 口口声声说自己要复仇 要实现完美的犯罪 结果他只是用 自己配音的功底 把仇人骗出来了 然后用棍子肉搏解决 这哪里完美了 按照我的想法 他应该是躲在幕后 运筹帷幄 把仇人都害死 然后清清白白 全身而退 结果你作案的时候 也不戴手套 也不避着摄像头 你也不知道摄像头在哪 犯罪现场 全是你的血迹 也不清理 你也不知道血迹在哪 但是你跟我说 这是完美的犯罪 这个电影的编剧 好像也不太聪明的样子啊 好了电影讲完了 跟大家多说几句 暑假已经来了 很多小同学 已经开始了 精彩的暑假生活 牛叔在这里提示一下大家 千万不要去河里 水库湖里 小池塘等地方野狱 即使有大人陪同也不行 每年都会看到 各种悲剧新闻 而且这种事情还真不少 希望大家都小心一点 暑假时期 恰好是雨季来临 水位上涨很快 普通人根本无法判断水情 而且更重要的是 你们也不知道 水里有什么东西 真不像你们想的那么简单 有的水域 牛叔都不敢下去 想游泳的话 就去游泳管理 好吧 一定要小心啊